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臨由愛城文樂團主辦的五間音樂會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Sunday Matinee host and organized by the Edmonton Chinese Film Monitor 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很多位從外地來的樂手大師演奏 總共有三個外地的團體 而是他們的台灣人的台灣小巨人國樂團 同為台灣才識公青少年國樂團 還有多倫多miyor團 我們有三首音樂團 他們有各種音樂團 上場你會看到 台灣的神仙堂小巨人 小巨人樂團 珍珠大小巨人的中國音樂團 and also Toronto Chinese Orchestra 還有我們特別有兩位大師 一位是吹壞樂的大師 郭雅治先生 We have a wind instrument master Mr. Yazi Po 我們也有一位拉移會的大師 就是郭雅治先生 太太何圖女士 We also have an herbal master Ms. Tao He 好 最後要介紹的是我們今天的指揮 就是由台灣來的小巨人樂團的首席指揮 是陳智聲博士 Last but not least I have to also introduce our conductor today He is the principal conductor of a little giant orchestra Dr. Chi-sing Chan So you are all ready 好 今天的節目開始 請大家細心欣賞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巨人乐团的陈志生 我看这边应该都听得懂中文 有没有听不懂的 那太棒了 这样我就很自然 很聪荣了 好 很高兴小巨人团跟多伦多中乐团 还有千色公青少女国乐团三个团 我们组合了一个联合乐团 来这边为各位演出 那这个演出的名称呢叫台湾风情 风是风 夜的风 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样演出呢 能够跟加拿大这边做很多的文化的交流 那这也是我们第三次到 艾明肯来 很高兴 那今天既然是台湾风情嘛 就会演奏一些台湾比较好听的曲子 那第一个作品呢就叫做 《客家歌谣连奏》 那这个主要是用客家的曲调 一个是山歌 一个是老山歌 一个是山歌三个这个曲调 来为各位改编 然后重新补写的一个曲子 那各位知道台湾的几个族群 第一个就是当然我们所谓的闽南人本省人 那第二个大的族群呢 是1949年从大陆过来的这一群 对 那第三个是客家的族群 那还有一群是原住民的 所以在客家是在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族群 那介绍演奏这首希望会不会喜欢 《客家歌谣连奏》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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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